哈囉大家好我是陳博士 那今天呢是我們的 維基百科大解說的第一集啦 那在影片開始之前呢 喜歡呢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以及打開二次鈴鐺喔 那鈴鐺的部分要打開全部 那我們的解說呢就鑽石開始囉 Let's go 邁克阿瑟公路 簡稱邁帥公路 是台灣第一條汽車專用道路 屬於等級接近於高速公路的雙車道快速道路 為京中山高速公路基隆到台北路段的前身 邁帥公路於1962年5月正式開工 一開始的名稱叫做北基二路 後來又改名為北基星路 最後以紀念美國二戰名將道格拉斯 邁克阿瑟將軍命名為邁克阿瑟公路 該公路從台北市南京東路羽毛球場 經台北體育館開始 經由正氣橋跨越基隆河後 經過內湖、汐止、五堵、六堵、七堵、八堵 起於基隆市校二路中市入口 全長約23公里 當年興建邁帥公路的用意 細為疏解台北到基隆間交通 並未提升作戰所需 決定以照國外高速公路行駛 設計為封閉式的汽車專用公路 該公路是在美元協助之下完成 建設經費 共計新台幣兩億六千多萬元 施工兩年於1964年5月2日完工通車 由時任台灣省政府主席黃傑 中華民國交通部部長沈宜 美國駐華大使館代辦高利夫 共同主持剪載街排 並由台灣省公路局的金馬號車隊 開啟了台灣高速公路運輸的紀元 賣帥公路完工通車後 與台北市南京東路共同編為省道台五甲線 賣帥公路全線共計32座橋樑 12座立起交叉道 並有隧道一座稱座中心隧道 賣帥公路的兩端各設有一座收費站 過路費是大汽車新台幣10元 小汽車新台幣5元 軍車新台幣1元 一種車輛則不得使路 設定時速是平原區100公里 秋林區80公里 通車初期一度先規定80到60 不久就開始實施100到80 但由於設計考量位秦周延 道路路幅不足8米 路中央無分隔島設計 部分路段無護欄 且用路人行車安全的觀念並不發達 常常造成車禍的發生 加上施工品質較差 賣帥公路通車後兩年間 共發生51次車禍 傷亡高達273人 隨後由於十大建設推動 賣帥公路被歸入中山高速公路基隆台北段 原有的省道編號在1978年先行解編 1979年中山高速公路通車後 賣帥公路僅存賣帥一橋至中山高速公路內湖交流段路段 路長僅於2公里 該道路以納路市區道路系統 1980年命名為南京東路六段 新北市細紙區康寧街東段及55交流到西邊的十建路253項為賣帥公路另一部分的道路 其一部分是高速公路結完起直後原賣帥公路的舊線機 由於部分路基已被渣草淹沒 只能從空造地圖大約看原先的路線 由此可知 賣帥公路的路寬以現在的高速公路標準而言是不足的 2019年6月 實踐路253項因道路橋樑老舊不堪負荷 基隆市政府開始拆除及改建原賣帥公路的橋樑及路基 19號橋採半半施工 21號橋封閉施工 2020年7月11日先行開放改建後的21號橋通車 以上的內容都是從維基百科來查詢的 詳細的影片內容資訊 可以點擊右上角的資訊卡 可以看黑皮的影片 希望大家可以喜歡這次的維基百科大解說 也感謝大家的支持 那我們在下一次的影片或其他系列見囉 大家掰掰 拜拜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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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趣 ��空中